進入餐廳 廚房 實際直擊 員工將客人吃剩的料理 直接倒入廚餘桶 並沒有向投訴影片內容 從中挑選可用食材放進大盤子 你一盤一盤 放完就拍到 你現在要跳來 現在過一半 再到那裡倒下去 在廚餐廳等下吃的時候 就要加強會加慢的 業者解釋 有時候部分員工在整理廚餘時 會先將小盤折剩菜 統一放進大盤子 最後在道路廚餘桶 強調這樣會比較節省時間 但專業的餐飲科老師說 第一次聽到這種回收流程 客人用餐的時間都是很緊的 他不可能說裝小盤 再裝中盤 再裝大盤 有可能就是放廚餘桶 全部就把它丟下去了 餐飲科老師強調 一般餐廳針對食材回收 都是直接倒入廚餘桶內 並不會像業者 如此繁瑣的回收流程 根據投訴民眾爆料的菜單 有多達20道的料理 業者疑似會回收重製 而其中咖哩雞丁 蔥炒辣肉 芥菜豆干 以及客家小炒 紫菜蛋花湯等 由於味道重 顏色深 重新烹煮後 實在無法分辨 吃起來是軟軟的 它含水量 而且它膨脹得很厲害的話 那這個有可能是回收的麵條 除了麵條口感吃得出來外 像是菜譜蛋 一般餐廳都會做成圓形 回收重製後 可以切成塊狀 重新擺盤 民眾可以仔細觀察 還有炸物也可以分辨 回炸後外皮顏色會變黑 不像原本的金黃色 而且還會變乾 內餡的油也會變得比較多 民眾在用餐時 可以多加注意 以免吃到黑心回收餐 還被蒙在鼓裡 記得紀博是網路遠方 高雄報導